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卸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后 在军中的职务不明 近日网传他身穿军装进行调研的照片 疑似曝光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干部 考评委员会专制委员 据星岛日报5月5日报道 社交媒体近日流传一张彭丽媛在军队活动的照片 并附有图说 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制委员彭丽媛 来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照片中 彭丽媛身着军装在多名军队人员的陪同下调研 中国官媒没有报道这次调研 网传照片的真实性或拍摄年份 目前也无法查证 公开资料显示 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成立于2016年 中国官媒曾形容 设立这个机构是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的重要举措 是适应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权威性的新探索 今年62岁的彭丽媛 生于山东省河泽市运程县 是著名的军队歌唱家少将军衔 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 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连续当选第八届 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7年中国军队改革 军役并入国防大学 组建了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彭丽媛协任院长 当时也有传闻 他调任为中共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评审委员会高级评委 彭丽媛最近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4月12日 他当天陪同中国官方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为到中国访问的苏里南总统 单多级抗力举行欢迎仪式 并在当晚为单多级抗力举行欢迎宴会 今年3月 彭丽媛已以世界卫生组织结合病 和艾滋病防治侵占大使身份 到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合病防治工作 习近平星期天上午离开北京 前往法国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 彭丽媛也陪同出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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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